在使用iPad的时候都脱离不了手势的切换 如果把一些常用的手势记下来的话 使用iPad的效率会大大增加 所以我们今天就一起来看一下 在iPad上面有哪一些非常基础 而且超级实用的手势吧 大家好我是苹果妹 在上一部iPad的影片里面 我已经有跟大家讲过 就是如何使用多工搭配小白眼的方式 让你的效率大大增加 那我们今天要回归到一个基本面 就是在iPad上面如何使用一些比较基本的手势 那这部影片可能比较适合初学者 那如果你已经使用一阵子的话 也可以看看今天有哪一些手势是你还不知道的 那现在我们话不多说 直接来看一下怎样操作吧 首先我们来讲一下主画面有几个手势要学的 就是从右上方这边滑下来 会出现控制中心 控制中心就是可以控制你的WiFi 或者是飞航模式等等的 另外还有一些像是音量或者是其他快捷键 那在快捷键里面我觉得有几个比较重要的 像是有萤幕录制或者是手电筒这些的 那如果想要调整这个控制中心里面有哪些东西的话呢 要到设定里面我们打开设定 设定里面呢你去找一个选项叫做控制中心 这边有一个控制中心的选项点进去 然后你就看到这边上面左边有红色按钮的 都是已经出现在你控制中心里面的选项 那你今天想要新增更多选项的话呢 就是在这下面这边还有个低耗电模式 还是还蛮实用的 那我们今天想要新增的话呢 就按一下左边的这个绿色加号 它就会跑到上面来了 那跑到上面来之后呢 我们打开控制中心看一下 就是由右上往下滑 你就看到这边多了一个低耗电模式的选项 那大家可以参考一下我自己有加的像是 萤幕录制啊 G107或者是低耗电模式 这些都非常好用 然后我们回到主画面这边来 那这边右上角滑下来是控制中心 那左边是什么呢 左边就是通知中心 今天有任何人打电话给你 或是传讯息给你 除了有横条通知之外呢 你就可以打开这个通知中心 它就会出现在这里面 那如果你想要删除这些通知的话 就按一下右边这个叉叉就可以了 那现在我们来讲一下在APP里面的操作 今天我们随便打开一个APP 那我们要回到主画面的话呢 就是从下方这个黑色的横条 大家看到这边有黑色横条 滑到大概中间的地方 而且速度要够快哦 就是要有一点快这样子 然后今天如果你在这个APP里面 要打字的话 是不会出现这个键盘 如果你觉得这个键盘太大 然后你只想要用一只手来打的话呢 你就用两只手指头 就是拇指跟食指这边 然后这样子缩 它就会缩小了 然后你就可以用一只手来打 然后同样的如果你要把它放大的话呢 一样就是拇指跟食指这样子把它放大 这样就可以了 接下来我们来讲一些基本的文字编辑的功能 今天如果你要选取文字的话呢 你就常按你要选的地方 它就会出现上下两个这个框起来的枝条 有没有 然后你就可以拖曳这两个枝条 然后去框住你想要编辑的部分 然后你就会马上看到上面出现了几个选项 像是有拷贝啊 查询跟翻译等等的 然后你就可以按拷贝 那除了用这个方法之外呢 你也可以用拇指 食指 中指这三个手指头 把它抓起来也是拷贝哦 我们试看看 然后你就看到上面有一个拷贝两个字 有没有 这样子就是拷贝完成了 那今天如果你是想要剪下的话呢 除了可以在这边按剪下之外 你也可以用这三根手指头 然后抓两下 它就会剪下了 那今天如果你要贴上的话呢 一样长按 这边就会出现一个贴上的选项 那除了直接按这边之外 你也可以用这三根手指头 把你刚才复制或剪下的东西贴回去 像这样子 然后再来我们来看一下 怎样选取整段段落 就是今天如果你要选取这个段落的话呢 你就在其中随便一个地方 快速的点三下 这样子就选起来了 或者是你今天要选上面这一段的话呢 一样快速的点三下 不过这个选取段落的功能 好像只有在文字编辑的地方才能使用 像是Safari好像就不能用 再来我们来看一下在文字编辑的地方 怎样上一步跟下一步 也就是回复跟重做 今天呢如果你误删了一个段落的话 你想要回复上一步的话 就用三只手指头往左滑 这样子就回复了 然后如果你想要重做刚才的步骤的话呢 你就往右滑 它就又删掉了 接下来呢我们来讲一下App切换的方式 今天呢你在一个App里面 如果你要切换App 除了可以回到主画面之外呢 你也可以进到一个叫做App切换器的地方 要怎么进来这里呢 就是从下面这个黑色横条的地方 往上滑到中间 并且稍微停留 我来示范一次哦 这样子就是App切换器 那这个手势呢 跟刚才我们教的回到主画面非常的像 那差别就是回到主画面是不能犹豫的 你只要一犹豫就会进到这个画面 我来示范一下差别哦 你今天在一个App里面 你要回到主画面的话 滑到中间很快速 你要进到App切换器的话 稍微停留就会进到App切换器了 那在App切换器里面呢 你就去选择你想要打开的App 或者是你今天想要删除 其中几个在背景执行的App的话呢 虽然说在苹果的装置上面 其实背景执行App 不用特地去把它关起来 但是如果你要关掉 或者是重新把它打开的话呢 把它往上滑 就可以把它关起来了 然后再来呢 我们要来介绍一个功能叫做Duck 这个地方是让你快速取用App 或者是快速进入多工模式的一个平台 那这个东西要怎么叫出来呢 就是也一样 从下面的这个黑色横条 稍微往上滑就会叫出Duck了 那它的幅度是非常小的 所以这个动作不用太大 那叫出Duck之后呢 你就可以很快的切换App 或者是进入分割画面啊 多工模式等等的 那要怎样进入切割画面呢 就是今天你在一个App里面 然后你去找到你想要打开的第二个App 例如说 我想要再打开一个Safari的话呢 我就把Safari从Duck里面拖出来 拖出来之后呢 大家看到它已经变成一个长方形的视窗 那这个时候呢 把它往左滑或往右滑 它会出现这个黑色的画面 有没有 这样子就是分割画面 分割画面呢 就是两个独立的视窗 然后互相不干扰 那今天如果你想要调整 它们视窗的比例的话呢 就按中间的这个灰色的直条 按住之后往左滑或往右滑 你就可以去调整它们比例的大小了 那如果你想要关掉其中一个视窗的话呢 就滑到底 这样子就关掉了 那除了分割画面之外呢 还有另外这一种多工模式 叫做Slide Over 要怎样进到这个画面呢 就是它是一个浮在上面的视窗 首先呢打开你的Dock 然后找到你要的App 按住之后不要放开 往上滑 就会出现这个长方形的视窗 接着放开 它就出现这个Slide Over的视窗了 然后这个视窗它是可以重叠的 就是我刚才不是已经开过一个视窗了吗 那如果你又开第二个的话呢 它其实是叠在上面的 那要怎样切换呢 就是下面有一个黑色的横条 有没有 你就在这边往左滑往右滑 就可以切换 它有点像是一个卡片的感觉 然后呢 如果你想要看到全部的Slide Over的视窗的话呢 你就从这个黑色横条的地方往上滑 就会出现这种比较好翻阅的这个模式 然后呢如果你要关闭的话就把它往上滑就可以了 然后今天如果你想要移动这个视窗的话呢 你就按上面 然后你就可以把它拖过来拖过去 然后你也可以把它隐藏起来 就是往左滑就可以了 然后要再把它滑出来的话呢 你看到这边有一个箭头 有没有 把它这样子拉出来就可以了 然后呢 你也可以在App切换器里面 来管理这个Slide Over的视窗 就是我们回到刚才的这个App切换器的画面 滑到最右边这边 你就看到所有的Slide Over的视窗 然后你就可以去点选啊 或者是把它滑掉 那接下来我们来讲一下 在主画面上面管理App的简单手势 今天呢如果你要删除一个App的话呢 就长按这个App 它就会出现这个移除App 有没有 你就点下去了 它就会出现这个你要删除App 还是你要从主画面移除的选项 那这两个是有什么差别呢 删除App是把这个App 整个从你的iPad上面删掉 那第二个从主画面移除呢 它会移到你的App资料库里面 现在的App资料库会出现在 你主画面的最后一页这边嘛 也就是说你点那个移到App资料库 它就移到这里面 也就是说它只是暂时 从你的主画面上面消失而已 它还是存在你的App资料库里面的 今天如果你想要重新排列你的App的话呢 就长按空白处 它就会进到这个抖动模式 你就可以去删除啊 或者是移动你的App 然后移动App的部分呢 还有一个快速的手势 就是你今天按住其中一个App 然后它不是浮起来了吗 然后这个时候你可以去点其他App 它就会加到你的右手这边了 大家看到了吗 就是我的右手不要放开的话 它上面是有一个拔 然后就可以把它拖到我想要放进去的地方 像是资料夹啊 或者是其他页面 然后我再把它放开 它就过来了 然后另外呢在主画面还有一个很好用的功能 叫做Spotlight 就是在空白处任何一个地方轻轻的往下滑 就会出现这个搜寻的视窗 但这个视窗呢 除了可以搜寻你iPad里面的资料 App之外呢 也可以上网搜寻 就是你要查任何东西都可以 例如说我在搜寻栏里面打台风 然后你看到它前面有Safari的这个呢 就是Google 我把它点进去 它就会开启这个Google台风的视窗了 那除了在这边可以快速进入这个Spotlight的视窗之外呢 我在另外一部影片里面也有讲过 怎样使用这个小白点的功能快速打开Spotlight 另外呢还有一个比较进阶的功能 就是点两下可以关闭萤幕 这样子的话你就可以不用每次关萤幕 都要去找这个侧边的按钮了 那对这个小白点还有Spotlight功能 有兴趣的观众 也欢迎参考我另外一部影片哦 那以上呢 就是我们今天这个iPad基础手势教学 如果是我们还没有讲到的地方 或者是你觉得有什么非常好用的手势 一定要学的话 也欢迎在留言区告诉我 那我们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 我是苹果妹 我们下次再见咯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